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外点的实验室 这是一只面包虫,我拍视频也四个月了 这期间我用面包虫做过很多实验 面包虫也经受住了诸如1000度烧红的铁球 硫酸、风油筋、辣椒油、酒精等等的考验 作为老朋友,是不是还没有近距离观察过它 今天我们就用显微镜把面包虫放大100倍 看看我们的老朋友面包虫到底长什么样 为了不让面包虫乱跑 我先给面包虫喝了一点酒精 现在它已经醉晕过去了 先从上往下看,可以看到面包虫分成了很多节 外面有一层外壳包裹着 这层外壳还非常坚韧 来到尾部,看到有两个小尖尖的尾巴 边上还有一些毛 接下来把面包虫反过来 可以看到头部前面的嘴巴有两个大家子 非常锋利,难怪什么东西都吃 再往后看,可以看到每一节身体的前端 靠两侧各有一个小孔 这是它的气孔,它没有鼻子 呼吸就是靠这些气孔来完成的 接下来把面包虫侧过来 仔细看看面包虫的腿 它的腿也分成了好几节 最末端有个小小的钩子状脚趾 没错,面包虫是昆虫 所以它就是有六条腿 这些腿几乎都集中在身体的前面 进一步放大到640倍 看它的爪子非常非常锋利 上面还长了一些毛 最后我们来仔细看看它的嘴巴 嘴巴边上有两个大家子非常夸张 还在动,看样子杀伤力就不小 我有时候抓它们的时候 不小心被咬到一下 还是有点疼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吧 顺便订阅和转发一下 让更多的人都有好胃口